大家好,我是阿宇 今天我们不用烤箱做蛋糕 首先准备30克的全牛奶 再加入30克的蛋味植物油 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称这种油水不分离的状态 再往里面塞入低筋面粉50克 花枝质,混合均匀 再拎取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碗 往里面打入3颗鸡蛋 再将蛋黄给分离出来 分离蛋黄的时候小心一点 不要将蛋黄给弄破 分离出来的蛋黄放进面糊里面 接着画枝质,混合均匀 最后拌成这种落下像飘带一样的状态 蛋白里面加入35克的白糖 再加入几滴柠檬汁 先用打蛋器低速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开高速打大概2分钟左右 看到蛋盆里面出现非常深的纹路 再调低速搅打30秒左右 提起打蛋器能够带出这种挺腻的小尖角 像这样就可以了 打好的蛋白分1 3分之1到蛋黄糊里面 再给它翻拌均匀 不要朝一个方向划穿的搅拌 以免消泡 拌匀之后再倒回进蛋白里面 再接着翻拌均匀 拌匀之后将面糊倒进6寸的模具里面 放在桌子上面摔几下 震出里面大的气泡 打蛋白之前将空气炸锅用140度预热4分钟 再将蛋盆放进空气炸锅里面 盖上一层锡纸 锡纸非常的重要 千万不要省掉 放进空气炸锅里面 140度烤40分钟 时间到 我们的蛋糕就烤好了 看这个颜色就已经成功了 每一个空气炸锅的温度会有区别 而且锡纸的厚度不一样 烤出来的状态也会有区别 这个是用厚一点的锡纸烤出来的蛋糕 像这种颜色明显还没熟 快速地盖上锡纸 温度升高5度 再接着烤10分钟 看一下蛋糕熟了没有 可以插一根牙签进去 牙签抽起来上面没有面糊 这样我们的蛋糕就熟透了 烤好的蛋糕倒扣放凉 放凉之后 将边缘像这样往里面按压一整圈 脱模 再将底盘也按压一圈 然后将底盘拿掉 这样我们的蛋糕就完成了 看一下 高度也是非常的满意 按压下去 完全不会变形回缩 再将蛋糕分成三等份 用空气炸锅烤出来的蛋糕和烤箱做出来的蛋糕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 准备一点芒果 将好看的分开来放 再准备250克的淡奶油 加入50克的白糖 用打蛋器中速打发 打发至淡奶油不流动 像这种固体的状态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将它装进表花袋里面 把一片蛋糕在盘子中间 中间挤上淡奶油 边缘挤出花形 中间铺一层芒果块 边缘摆一串的蓝莓 然后再挤一点淡奶油在中间 放第二片蛋糕 再来重复一遍刚才的操作 然后再摆上最后一块蛋糕 铺的时候将好看一点的芒果块铺在表面 摆水果的时候仔细一点摆好看一点 这样一款超简单的芝芝蛋糕就做好啦 这款蛋糕非常适合那种不喜欢吃奶油的朋友 奶油的用量非常的少 但是吃起来香甜无比 关键是这款蛋糕成本也不高 家里有喜欢吃蛋糕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为我点个赞关注我解锁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拜拜